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30日 已經是星期四 其實不想說也不行 因為又有最新的進展 就是這個何太在抖音千語BB生活語錄 預告 要去銀行談判 結果 跟銀行談判破裂 下一步會準備到中環總行示威 這件事 其實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是很嚴重的事情 首先 有人就說銀行約他上去談判 究竟是談判甚麼呢 其實主要是講解給他聽 講解甚麼 你那個 當時為什麼銀行可以給他 銀行沒有責任 因為銀行叫得他上去 不會賠錢給你的 銀行是大了 大家知道香港最大的銀行嗎 銀行除了政府之外 就是大了 你幾乎 很難 在銀行身上 可以看到任何甜頭的 除非他願意給你 你打算跟他打官司 百分百你是輸定的 除了當時雷曼之外 雷曼那麼離譜 你想一下 那些人要在 銀行門口中環 升展 恆生 睡了幾年才有機會賠償 你想一下銀行多兇 好了 這次我們收到消息 他們的對象 存錢的銀行 是建設銀行 最初 有消息傳出來是中銀 但是 我們後來就有朋友 也是屬於銀行界 他說消息傳出是建行 建行 實際上比中行更加惡 中國六大各有銀行 中工建交通 龍行等等 其實 建行和公行兩個是最惡的 中行一向都不用說了 中國銀行就是中國代表 但是建行和公行 他們率先上市 當時大家知不知道他們 全部都有幾萬億的壞帳 那2000年 幾萬億是一個天文數字來的 他們的市值也沒有那麼多 但是壞帳就有幾萬億了 結果 中共要幫他們想辦法 成立一些 資產管理公司 實際上 就是 金蟬脫殼 找一間 空巷公司出來 吃了他的債 就說 你這筆數是 10億 他們就出10億 給你買了這條壞帳 這條數是假帳來的 實際上你已經沒有了 已經找不回了 可能債主也也死了 甚至中間 牽涉了很多腐敗 不理 這間資產管理公司 就給你收購了這筆數 那你手上的那筆數就乾淨了 我就馬上賺了10億 那錢哪裡來的 都是大家 一來中央支持 一來就是 民間的 借貸 都是銀行借給他 銀行其實主要都是 銀行借給他 借給這些資產管理公司 這些資產管理公司就用錢 去買了這些資產包 這些全部都是 基本上不存在的資產包 大部分已經不存在了 然後 使得銀行恢復清白之身 我們 曾經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 本身你是一個68歲的老妓女 俗稱老舉 但是 經過政府和你的協商之後 政府說你現在是一個18歲的青春少女 幫你出身份證 新日期就幫你改成2006年出生 今年剛剛18歲 實際上你什麼時候出生呢 1956年 你今年68歲 但是68歲就腰骨都脫 幫你重新改頭換臉 但是樣子不知有沒有換到 總之身份證上 你就是一個18歲的少女 好了 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就是用這樣的方法重申 當然啦 這個如果說起 如果真的你去召妓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情況 怎麼辦呢 沒辦法了 官大過你嘛 他明明就是18歲身份證 政府出的嘛 有假的嘛 你不要有什麼投訴 不然你以擾亂治安罪就被捕 我想告訴大家 建設銀行是挺兇的 基本上他是很兇的 如果真是這位何太真是去 動建設銀行 示威的話 其實你不會得到當年在雷曼門口的人的對待 你以為你會在那裏 他立即是清場告訴你 他立即是派人來清場 把你召開 甚至乎警察來到 他們說要擾亂公安聚 他就說 你有事有問題 擾亂公安就把你拘捕 而且 甚至乎 建設銀行是什麼地方呢 建設銀行是央企 你現在直接衝擊央企的權威 是不是要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你是不是要跟國家作對 當然啦 這件事可大可小 甚至乎 已經 已經 上升到國安層面 要出動國安去抓人 我們看到他 不斷在抹黑那幾個子女 首先 Johnny 今早也做了 他開了大兒子的全名 搞到大兒子要去報警 整家人 也打算適時靈人 但是他們越來越過份 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為了這450萬 基本上是豁出去 沒有任何底線 不顧任何親情 大家要想一下 誰先誰先 他的子女 幫他的錢保管了那麼久 有沒有動過他呢 直至到他遇上了這個女人之後 他要為這個女人把錢拿出來 起碼拿100萬給他做生意 拿得100萬給他做生意 哪有得剩 我們最近看到坊間是一個傳言 他在抹黑 說他這個老婆不好 唱他前妻 然後就說有很多問題 他的子女問他拿錢 製造了 一個很大的敵人出來 問題就是 我們其實 立場很鮮明 都是認為 這個老男人也是臨老入花叢 不過 到了那麼沒有底線 私隱也不說 很多人是私隱 人家已經去報警了 其實事情很大 如果他的兒子真是當警察 真是很高級的話 其實 我想這兩個人也挺麻煩 雖然加上120歲左右 但是人家一定是不會放過你的 現在他們的新密碼 7643 76歲和43歲 網民當然意見也很諒極啦 有人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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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也有人 這個行災樂禍的心態 其實很想這個 可白拿回410萬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快 如果這個女人得到手之後 那410萬到手 這個可白很快要分街 如果 有甚麼叫做二眼報呢 其實可白是肯定會二眼報的 當然這個比較黑心的行為 但是有時候 人 當他迷了下去的時候 能甚麼叫都叫不醒 真的非常可悶 一個男人 他迷了下去 被人 最終 他會傷害身邊的所有人 他為了這個女人 而真的 任何人都會出賣 沒有所有底線 沒有所有道德原則 我們看到 香港已經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 幾乎沒有人敢出來示威遊行 因為他們出來逮捕 警察也很懂得做 勸喻每一個想遊行的人 都叫他們 例如之前那些工人 追人工 下武糧出 油漢出等等 然後的士佬說想搞示威 最終全部都被警察叫停 他 如果真的出來遊行示威 如果你一個人 兩個人去 舉一下Banner 警察就想不到 因為這些事情正常來說 我們經常看到有人舉Banner 弄一些很大的紅色字 血書 甚麼都有的 警察正常都不會干涉 不過如果牽涉到建行 之前聽過是中銀 建行 其實無論是中銀 建行 都是一樣的 他們 是一定會 叫警察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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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做甚麼 你想顛覆國家 你想令到我們香港市民 更加憎恨特區政府 已經很討厭了 這樣 是絕對說不通的 好了 現在很多人都說 如果他真的敢去遊行示威 要報國安 因為 香港 很不容易 看到已經 油自吸引了 所有反對派都被抓了 全部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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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抓了 都被抓了 在這麼和平的氣氛之下 竟然有人會出來為了450萬區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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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那麼少的錢出來搞搞鎮 破壞香港那麼來之不易的繁榮 這些人 真是人人得而豬之 警方可能也會拘捕 因為 他的大兒子也算是警察 或者是高層 甚至是 有人說是水警 水警 基本上是沒有權力的 不過 打個招呼幫幫手 別讓這個女人那麼快就發瘋了 其實 是真的有機會 是抓他們的 一來擾亂公安 二來就告他詐騙 很多人可以告的 要告起來 然後就是 誹謗 又或者 人家告他就侵犯私隱 爆人家的全名 人家真的報警 很大件事 可以大事發小 因為畢竟是一家人 但如果當人家跟你反起面上來 絕對可以搞到很大件事 你不要以為不坐牢 一樣可以抓你坐牢 兩個夫妻一起受 所以 我們認為事件的確很嚴重 好 我們會跟進 這件事 隨時有機會變成政治案件 也未定 因為本身有一宗 老人家的屠色醜聞 變成一宗政治事件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中文字幕——YK